现在要讲解的是A组统测的第三题 那它的题目很简单就是simplify画减 那要画减什么呢 这里题目很明显了是跟根式有关了 就是要画减这个根式里面这个复杂的这个数字 所以我们来看A先 A的话呢它是根号4加25分之21 那这里就绝对不能把根号给拆开来 变成根号4加根号25分之21啦 这个是绝对错误的 因为根号里面如果是加减 我们是不能直接分开的 只有乘出才可以 那至于为什么呢 就回想起老师讲过的实验吧 自己想一下 根号4加9 它真的等于根号4加根号9吗 OK 自己想想看 一定要提醒自己哦 好我们现在 先来看正确的解法 所以呢正确的做法呢 应该是把4跟25分之21乘起来 那这里我们先可以让它 让这个4变成假分数 那4是假分 如果把4换成假分数的话 就是25分之4乘25都100 所以它其实是25分之100 再加25分之21 然后结果我只会拿到25分之121 而这个25分之121呢 其实这个 那我们可以把它分开来 分子分母先分开 所以25的话它是5的平方 而121的话它其实是11的平方 所以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平方 还有平方可以抵消 那结果就拿到5分之11 就是这么简单 好我们这边来看分数是怎样给的哦 所以呢第一步呢是只要你有进行这个步骤 OK你有进行这个步骤 然后你成功拿到 重点是只要成功拿到 根号25分之121 就可以拿完3分了 然后接下来呢 按理说是要写这个步骤哦 那把它分开来 然后有这个11的平方 5的平方 这个步骤有一分的 然后呢 最后拿到正确答案 再拿2分 所以其实这个步骤呢 是蛮被看重的 所以同学们就需要记得啦 以后看到这个 就记得要先把它转换成 根号11的平方 根号5的平方 就有根号平方这样子 然后我们再把那个根号给开掉 好 那现在可以按下暂停键 把正确答案写下来 我们接着来看B 那这个B的话呢 它是乘 OK 所以其实我们可以跟它分开来 可是我们这里就没有必要啦 我们这边就来做一个分解哦 所以20的话 很明显的是可以想到4乘5 我们就可以尝试吧 25跟它分解成4乘5 然后这个105 不是热爱105度啊 这个105的话呢 前面有一个5嘛 我们后面就想到5吧 然后105等于5乘什么呢 这里可以做一个除法啦 105除以5拿到21 而这个21呢 21是3乘7哦 都没有办法再开掉这个根号的 所以你可以保留这个21 然后之后呢 再做一些整理 那首先呢 这个是4的话 它是2平方 然后这里有两个5乘在一起 你可以写成5平方 然后21 没有办法 你就保留写21咯 那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开掉 分解掉这个根号了 就可以跟它分解成 根号2平方乘 根号5平方 再乘根号21 最后呢 根号平方抵消 拿到2乘 根号平方抵消 拿到5 再乘根号21 那最终答案就是10 根号21了 那我们来看这6分 是怎样分配的 首先呢 有做一个分解的工作 就可以拿2分了 然后再来呢 这整个环节 OK 只要你有 让老师看到你懂得分解 然后去一个一个解出来的话 那整个步骤呢 只要有任何的一个 其实就可以拿到2分了 然后接下来呢 那有一个正确的答案 再拿2分答案分 那如果理解了 可以把正确的答案 写进活页子 这期视频就到这一边结束 了解了 这期视频就到这一边